我春天回家的时候 跟我妈两个人照顾 都累得喘不过气 这我怎么忍心 我妈一个人呢 行行 这样 小凡啊 明天的年重奖 已经发下来了 你收到了没有 我还没来得及查呢 谢谢陈总通知我 好好好 没事 那小凡 给你打这个电话呢 最主要想跟你聊一下 辞职方面的事 你看啊 你和那个公司合作了那么久 这下辞职也挺可惜的 是吧 那俗话也说得好 做事不如做事 那我想如果在 各方面条件啊 待遇都差不多的前提下 还是不要辞了 是吧 我呢就当作 没收到你去和自己的信 对了 将来如果工作上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 咱们可以私下里沟通嘛 怎么会有意见呢 没有 这些年多亏了领导关心 我在公司才一直这么开心 这么顺利 只是我家也最近出了点事 我妈才在床上 需要我回去处理 没办法 家里就会我这么一个得力的人 我也不忍心看我妈一个人操劳 还是我总不能老跟公司请假呀 是啊 这父母啊 以前都是为了孩子们 现在孩子们该顶上了 听见人到中年了 这下面还没小呢 上面就老了老病了 病需要人照顾 我这也没办法 我真的是不想辞职 可是这迫不得已嘛 小凡 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 我也不勉强你们 但是公司的 无疆制度你很清楚 如果你要辞职的话 必须提早一个月提出申请 第二条 如果你真的离开了公司 公司将来不会再接受你的 你明白吗 陈总 你帮帮忙吧 好吗 你说 你就让我回家吧 不是 我妈一个人照顾一个 几乎都变成植物人的爸爸 我春天回家的时候 跟我妈两个人照顾 都累得喘不过气 你说我怎么忍心 我妈一个人呢 行行 这样 小凡啊 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 我都不知道再说什么了 这样吧 你这两天来公司一次 把离职的手续办一下 然后这个月 还有拖世天的工资 你都一块儿拿了 就当作公司的一点心意 好吧 谢谢陈总 谢谢 你怎么了 冯姐 我 我想到就觉得特别可笑 我今天看了个笑话 什么笑话 一个老婆 给当程序员的老公打电话 说 你下班回来的时候 带一斤包子 看到卖西瓜的买一个 然后这个程序员老公 回到家的时候 碰着一个包子就回去了 她老婆见了以后特别生气 你怎么就买了一个包子呀 你猜她老公怎么说 是不是 什么呀 因为我看到卖西瓜的了 因为我看到卖西瓜的了 这个老公跟她好像啊 谁啊 殷勤啊 哪是像啊 就完全是一样的行吗 你知道吗 安迪跟殷勤说 你耽误了小蚯蚓 买车票回家 你得赔 这殷勤就各种找票啊 结果她没找到 买了张飞机票 你说她这脑子 根本就没往这个 自驾游跟你一起 回家这条线上走 那她 哎呀 太奇怪了 你说这程序员 这脑子都想什么呀 安迪给我拿这个票的时候 她就一直没想明白 我就跟她讲了这个笑话 然后她恍然大悟 她后悔死了 她就应该把殷勤 往这个自驾游上引嘛 害得人家孩子 一千多块钱一张票 殷勤说这个票送给你 表示她的心意和歉意 这孩子还真的是说话算话 而且这说明她 她对你是不含糊的 真的 当然了 不然她费这个劲干什么呀 她对你是有感情的 安迪说殷勤坚决不要钱 这就说明她在意你 对她说明天 可是好可惜呀 我都没法跟殷勤 一起回家了 你呀 别想这么多 先回去好好过个节 两个人呢 都冷静一下 她只要在意你 对你有感情 那你们俩和好 还是有机会的 三姐 我听你的 那我就不懂了 很明显硬秦不想再继续 你为什么要骗小秋呢 像你这种心理强大的人 失恋打击回浪你 你当然不理解了 可是我们这种普通人啊 平时想过几天快活的日子 都很不容易 有问题 尤其是小秋影这种 恋爱大于天的人 她肯定会更在意 马上就五一了 我希望她有一个好心情 在家好休息一下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这也对啊 不需要让她这么快地失恋 退迟几天 让她高兴几天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五一怎么过呀 包一凡说 带我去看风景 好家伙 你真跟包一凡做男女朋友了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普通朋友而已 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这人 总是有办法赖在我身边 顺其自然的 那她知不知道什么 我家里的事 没跟她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 她经历过卫胸之后 有些事情 是可以保留的 你呢 五一跟你的王帅哥一起回家 她爷爷巴士大胜 她要回去 我就想 熊路坐她的车回去了 小秋影最近是魂不守舍的 我真怕她出什么事 我看益晴给她的票上 好像明天天不亮就得出发了 我得给她订辆车 免得她丢下拉丝的 不用 我每天起很早的 我可以送她 明天我应该是下午一点出发 你不用管了 我送她 你真是一个 顺其人意的好姑娘 第一次听莲总说我 你不想听莲总说我 安迪一直觉得 自己是个理智到心硬的人 但是邱盈盈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唤醒了她的母性 要是原来 她一定不肯说这种谎 哪怕是善意的谎言 但是现在 在欢乐宋22楼待久了 安迪却觉得 如果能让这个小姑娘 安安稳稳地过一个节 她愿意讲这样一个 善意的谎言 好 凡姐给我机票的时候 告诉我这是应勤 给我买的 但是她也没有跟我说 应勤跟她说了什么 这张机票一千多 还挺贵的 凡姐说 应勤这么做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怎么感觉 她宁愿花这么贵的机票钱给我 她都不想见我呢 你别想那么多了 你别哭啊 会不会安慰人 你别哭了 你 你哭得眼睛肿了 回家就不好看了 安迪姐 谢谢你来送我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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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衣 你 音勤是值得期待的 节日快乐 真的吗 安迪姐 你说的是真的吗 安迪姐 我爱你 走了 送败 送败 送败